最近德约科维奇呼吁对戴维斯杯进行改革 并抨击ITF从未就这些问题咨询球员 德约刚刚在美网赢得了第24个大满贯冠军 正代表国家队参加戴维斯杯小组赛 戴维斯杯已进入第113个年头 但自从Cosmos与2018年与ITF合作后 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 近来受到了广泛关注 Cosmos由前职业足球运动员杰拉德·皮克创立 皮克上台后 此前大受欢迎的主客场比赛大幅减少 票房也将合日下 因此之前计划的25年合作于今年早些时候终止 目前Cosmos与ITF之间存在法律纠纷 三届大满贯冠军得主斯坦·瓦林卡 是上周批评这项赛事的人之一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显示润是在曼彻斯特对阵法国的比赛中 寥寥无几的观众 皮克则回应道自己不背锅 现在自己已经不干了 2010年戴维斯杯冠军德约科维奇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当然赛制需要彻底改革 但由于没有加入ITF 我无法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塞尔维亚人强调了球员意见的重要性 我希望他们就这一改变征求球员的意见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征求过我们的意见 德约坚信 球员应该更多地参与这些改变 赛事们必须和球员坐下来讨论未来 如果ITF做得不好 这战比赛未来的命运将会岌岌可危 考虑到戴维斯杯在网球运动漫长的历史 其具有重要意义 他是网谈举办时间最长的团体赛事 因此必须生存下去 德约认为 没有什么比代表自己的国家打比赛更重要的了 尽管瓦林卡批评了皮克 但德约科维奇并不愿意这样做 我不认为这是皮克的错 所以我不会批评他 我认为ITF是做出最后决定的人 他们在五年前做出了修改赛制的决定 德约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 皮克创立Cosmos集团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成长的机会 但我没有看到有人向ITF抱怨 这种赛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意见 有人赞成 有人反对 但五年前 每个人都寄希望于赛制的改变 每个人都同意就赛制需要改变 塞尔维亚人补充道 现在是时候用一种有效的赛制找到平衡了 第一年 即2019年 所有人都在马德里打球 使得99%的国家无法在主场打球 比如塞尔维亚已经有4比5年没有打过主场预选赛了 这对我们来说太久了 很长时间没有让塞尔维亚人看到他们的球员了 尽管没王只过了一周 但这位36岁的选手还是抵达瓦伦西亚 代表塞尔维亚参加戴维斯杯小组赛剩余的比赛 这位世界第一谈到了代表国家队对他来说有何特别之处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 我在戴维斯杯中获得了很多经验 所以我的愿望是以尽可能最好的方式做出贡献 赛季初我就明确表示 今年我的主要目标是大满贯 捍卫祖国的旗帜 帮助他们进入马拉加的决赛 在稍微晚些时候 得约将代表塞尔维亚队 请不吝点赞尔维亚